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3日 星期一 歡迎收看新聞熱點 我是王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目前疫情仍然在世界範圍繼續蔓延 而疫苗仍然是眾多國家對抗病毒的主要措施 眾所周知 美國莫德納和輝瑞使用的 mRNA疫苗技術所提供的持久和高度保護性 遠遠勝於中國製造商使用的滅活疫苗技術 因此他們的技術自然成為了中方的目標 10月1日傳出消息 北京當局要求美國公司莫德納 轉讓疫苗技術背後的核心知識產權 遭到莫德納拒絕 多名知情人士透露 莫德納尋求打開更大的市場 亦包括進軍中國大陸 因此正與中方合談 而中共政府卻要求他交出技術 作為向中國銷售的前提條件 莫德納清楚知道他拒絕北京的後果 但仍然斷然拒絕披露疫苗技術 亦導致他在中國市場的銷售談判破裂 英國《金融時報》10月1日報道 幾家中國製藥公司正在增相開發一種自製的 mRNA替代疫苗產品 但由於出現了更多的傳染性變種而陷入困境 而這種疫苗的大規模生產 比大陸現有的國藥集團和華藥集團的 滅活疫苗更加複雜 獲得先進國家疫苗技術是中共的企圖 據了解 外國疫苗製造商 如果想在中國大陸尋求銷售 中共政府已經為他設好了兩條路 要麼就向中國國內製藥商進行全面技術轉讓 要麼就與當地合作夥伴 在中國建立生產廠 同時保持對基礎技術的控制 至於對製造商選擇哪一種方法 決定權就在當局手上 而莫德納被要求實施第一種方案 兩位知情人士說 莫德納的領導層不想將疫苗配方 交給中國合作夥伴 因為如果當地合作夥伴在生產過程中出現差錯 會造成聲譽上的損失 另外 總部位於廣東的恆大醫藥集團 已經有史加拿大生物技術公司 Providence Therapeutics 與它達成了一項交易 可以獲得加拿大公司的mRNA候選疫苗 這就涉及到全部技術的轉讓 但這次在美國莫德納這裡 中共沒有得逞 早前有報導說 德國和法國領導人將會在今年11月 相繼訪問北京和習近平會晤 但日前消息人士表示 德國總理索爾茨的決定可能有變 德國聯邦總理府私下透露 索爾茨將推遲原定在11月第一星期的訪華計劃 令外界再次推測德國對中共的真實態度 索爾茨之前在聯合國大會全體會議上 在譴責俄羅斯的同時 也點名批評中共、北韓、阿富汗等國侵犯人權的做法 德國馬傑爾基金會專家巴爾金透露 索爾茨推遲訪華行程的原因上不清楚 但年底之前訪問也可能成行 德國總理最後一次訪華是默克爾在2019年9月 從那個時候起 共和中共之間圍繞新疆、香港、立陶宛、烏克蘭 和民貿易投資壁壘等一系列爭議問題的清單越來越長 雙方之間的關係一再惡化 巴爾金指出 在這種麻煩的背景下 德法兩國領導人這次訪問選擇的時機遠非理想 習近平將會獲得第三個任期 塑爾茨和馬克龍的訪問 會讓人感覺他們在向新登基的國王致敬 德國駐美國大使哈伯也說 我們不想在歐洲的戰爭已經迫在眉睫 新疆和其他地方的人權被嚴重踐踏的時候 參與中共的宣傳遊戲 他還指出 塑爾茨出訪的第一個亞洲國家是日本 外長貝爾伯克前往亞洲的第一站是G20外長會議 印尼巴利島、白樓和日本 這都是非常慎重和克爾的選擇 他說德國現任政府對中共有著不同的做法 而中共政府也認知到這個改變 我們對中共必須兩點都做到 就是既跟它接觸同時又要威懾著它 德國總理不確定訪華 但德國聯邦議員代表團卻在10月1日已啟程前往台灣 這是自2019年以來的首次會晤 各方也在關注中共對此會有何種反應 德國國會跨黨派多位議員代表團團長 出發前對德國傳媒表示 和平訪問一個民主國家根本不成問題 但另一個獨裁國家緊張到要用飛彈和軍事攻擊等 過度反應來作回應就是問題 另一位訪團成員提訴執政社會民主黨的布德強調 在民主台灣受到中共軍事威脅之際 其他民主國家有必要向台灣表達支持 俄羅斯總統普京剛剛宣布吞併頓列茨克等四個州 10月1日就被迫撤出位於頓列茨克的軍事重鎮萊曼 被視為它在東部戰役的重大挫折 BBC報導收復萊曼對烏克蘭具有戰略意義 該鎮被俄羅斯用作後勤中心 是俄軍重要的物流樞紐 萊曼的地理位置顯示 它將會成為烏克蘭軍隊 反攻頓列茨克和盧金斯克的橋頭堡 網上流傳的影片顯示 烏克蘭士兵在該鎮郊區揮舞著國旗 烏克蘭國防部說 烏軍在萊曼包圍了大約5,000名俄軍 俄羅斯國防部就表示 撤退是在擔心幾千名士兵 被包圍在該鎮的情況下進行 同時克里姆林宮承認 烏克蘭在該地區擁有顯著的兵力優勢 報導還說今次的初節證明 莫斯科沒有完全控制非法吞併的烏克蘭東部 和南部四個地區當中的任何一個 面對俄軍在戰場上的折折失利 車神領導人卡德羅夫說 俄羅斯應該考慮使用低檔量合武器 烏克蘭國防部長的一名顧問 尤里克薩克告訴BBC 經過幾天的激烈戰鬥 我們在萊曼周圍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 他說俄羅斯戰士有機會投降 他們將會面臨給俄羅斯軍方領導層 更好的戰夫待遇 相較於烏克蘭的士氣 俄羅斯顯得力不從心 據烏克蘭傳媒Euromaiden Press 9月30日報導 烏克蘭還正在推行一項 名為《我想活下來》的計劃 內容是告知俄羅斯士兵 應該怎樣投降保存自身 報導說 目前已經有2,000多名俄軍士兵及其家屬 表示願意投降 以色列與中共的研究機構的合作關係 引發美國的強烈擔憂 特別是北京可能通過軍民雙重用途的研究工作 獲得關鍵軍事技術 因此華盛頓要求以色列切斷 與中共的學術和研究合作 美國特發防務網站報導 若美國擔憂加劇的是 以色列一項相對較深的倡議 即是吸引優秀中國學生來以色列學習 2021年10月 以色列駐北京大使館發布了這個窗熱的細節 說以色列政府非常重視中國 與以色列之間的學術和科學聯繫 已經為這個重要目標分配了大量預算和資金 除了吸引中國本科生外 該公告還鼓勵中國博士生 來以色列進行為期三年的研究 並支付所有費用 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 針對與中共的研究合作 美國正在向以色列施壓 最先始於夏天拜登總統訪問以色列 但最近施壓明顯加強了 因為以色列學術家一部分學生和科學家 同時也在以色列國防軍的一些精英技術單位 擔任預備役人員 這些研究人員可能與中國學生一起研究研發能力 這樣為華盛頓敲響了警鐘 消息人士說美國希望做到儘量減少 以色列與中共的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 如果可能的話甚至完全撤斷 美國特別擔心有關幕落能力 微型衛星和電子戰系統的敏感數據被洩露 在以色列的一些學術機構當中 這些研究課題被提供給外國學生 包括來自中國的學生 美國官員對中共所稱的軍民融合項目保持警惕 國防專家巴布指出 從不透明的學術招聘工作 默許的研究合作夥伴關係 對學術機構的大規模投資 秘密間諜活動 網絡入侵和其他策略 中國已經開發了一個廣泛的合法和非法活動工具包 以支持它在整個國際研究界轉移技術的野心 9月28日登陸佛州西南岸的四級颶風伊恩 所導致著一片狼藉 目前已知造成至少44人死亡 居民看到災情莫不堂木結舌 佛州面臨巨大的災後重建工作 而颶風恐怕會對東岸帶來更多水患 伊恩是有史以來襲擊美國的最強風暴之一 救災人如目前仍在水浸的社區搜尋幸存者 郭郡仍然持續有更多死亡通報 顯示最終的罹難人數還會攀升 受創慘重的利棍警方表示有35人死亡 NBC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等就報道 超過70人直接或間接死於颶風 根據佛州緊急管理單位 截至9月30日為止 佛州仍然有大約1萬人失蹤 佛州州長德桑蒂斯表示 有為數不詳的民眾沒有聽取政府撤離令 選擇留在家中 救災人員同熱身民眾一號 在災情慘重的利棍 乘搭小船救出仍然受困馬特拉查島的居民 終目所見都是雅力、廢棄車輛和倒塌的樹木 這個有800人居住的社區 因為兩座蓮外橋樑受損而與主島斷絕聯繫 先前就離家避難的人現在陸續回來查看災情 居民一號清晨也開始尋找聯絡不上的親友 路上滿布傾倒的樹木、瓦力和電線 地面還有積水 加上手機經常失去信號 增添搜索難度 拜登在華府聽取簡報後表示 這個可能是佛州史上死傷最慘重的颶風 並已宣布佛州發生重大災難 以動用聯邦資金投入救災 2日在市約佛州後進入大西洋 之後再次在美國登陸 30日以一級颶風強度登陸南卡羅來納州海岸 最大持續風速為每小時140公里 之後降為後二大汽船 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最後一會入ıyla 忘燈探証 第二會 這ançaivo 前衡 一會入閒 警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